2020年高职扩招200万人,全日制医学专业大专,报考医师资格证,2020年学医热潮再次被掀起。 我国医学专业高职院校专业招生包括临床医学、中医学、口腔医学、针灸推拿学、中医骨伤等专业。 2.18至45周岁。 5.对不符合上述条件,想申请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中医等专业的考生,可积极与老师联系。 1.全日制学习。 全日制大专医学专业具有报考助理医师资格证的资格,毕业后有相关工作经验一年可以报考助理医师资格证,拿到助理医师资格证两年可以报考职业医师资格证,抓住高职扩招的医学专业,把握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,依次分享,可能帮助你身边医术精湛,苦于拿医师证的好大夫,解决医师报考条件的问题。 医学类全日制大专扩照,老中专助理医师带报名。 更多信息,欢迎关注依靠医学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